中三条以上的女人不会只有你一个男人 大多数女人骨子里都是渴望浪漫与激情的 对她们来说追求人生的快活与自在才是中子 所以一旦觉得自己与丈夫没感情了 就会去寻找新的猎物 好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 如果女人在下面这五个动作中有了三个以上 说明她不会只有你一个男人 一,一吵架就替离婚 从前她每次跟你吵架 都是在那里伤心欲绝 哭子抹泪 等你过去哄才缓过来 可是现在底气特别足 每次一吵架就喊着要离婚 都说有孩子的女人舍不得离婚 她那么坚决的说离婚 背后可能早就已经找好了靠山 二,一受气就甩门而出 甚至彻夜不归 以前她要是受气就会先大哭一场 然后再大睡一觉 之后也就慢慢好了 可是现在她一受气就会甩门而出 要么夜里回来 要么整夜不回来 这么可以的背后说她是清白的 估计自己都不相信 三,经常带回来一些不便宜的小礼品 虽然声称自己跟朋友去逛街 可是怎么能每次回来都带回来一些价格 不是很便宜的东西呢 而且她自己也没怎么花钱 这不是很可疑吗 四,手机不离手 手机是与外界交流的重要工具 为了能神不知鬼不觉地跟外面的情人保持联系 所以他们手机不离声 而且发信息 接电话的表现神神秘秘 不让你知道 五,不想过夫妻生活 没有说哪个人吃饱了 还要再继续往死里吃 把自己吃撑着的 所以如果如狼似虎的年纪的女人 不想过夫妻生活了 那么很可能她已经吃饱了 再吃就会撑着自己 所以她当然不会屈从于你 而且她会觉得自己现在的男人是她的情人 而不是你 所以也会很抵触跟你发生关系